现在有一定的人在社区互联网去做销售性质的工作 当然这些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做生意的门路 最大的原因它好是因为 我们新频道的同事很下历 所以有很多节目将来会有字幕的选择 会有繁体字和简体字 你喜欢看普通话的简体字 简体字可以选择的或者是繁体字都可以的 欢迎大家收看系斯对话继续是 威威用Zoom和司老板对话 司老板欢迎你 你好 你好 上一集就说了香港究竟是否要强制检测 来走出这个困境 不过其实你的文章说 会有K型的反弹 什么叫K型 你在说香港经济 不是在说香港的 在说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 经济好 以前又有V型反弹 V型反弹就是反弹得很急速的 一键底即刻弹的 有一种叫做U型反弹 就是底是圆的 慢慢慢慢在衰退之后 要积聚力量重新起步 这个就反弹在底部的时间长些 打好基础之后 它也是一个反弹 接着进入一个相对好的上升阶段 另外有一种叫做L型的走势 见底有排都不会好的 就是打橫走 整天在底部的 就是见底也没得反弹 那另外一种就叫做W型的 在底部上下降 上不了多少又下回去 那现在有一种说法 就叫做K型反弹 其实不是说就是变了型 就是怪型的那种K型 而是指英文字母的K字 K字就是三笔造成的 第一笔就一动 第二笔就斜斜地向上 第三笔就斜斜地向下 一动动下来就好像拆水那样下 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同的行业 或者不同的地区 在这个新环境下 是会有不同的表现的 那譬如你下下下下 如果是开始好回向上 那么K型的上半段 就是一个V型 就是上了来上回去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么正 有得V型反弹的 有些继续直下 就是K字那一栋 就继续向下去 继续拆水 有一部分呢 就斜斜地向下 都还是向下 不过向下那个 角度 幅度 速度都不同了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呢 就已经是多样性 不是那么单一的 就是所谓V型 L型 或者U型 这些呢 其实是通常以整个国家 或者地区的 GDP 整体来统计 整体的GDP是想 因为拿来说经济上的趋势 但是现在如果是分析得细致一点 其实在疫情下 不是个个都是这么差的 譬如Zoom 如果不是疫情 它哪有发展得那么快 现在学校没得上学 要用Zoom来上课 公司没得开会 要用Zoom来开会 这些呢 是推动了 它那个 推广宣传 逼着那些人 个个都要用 如果靠它的销售士到处去推介 去宣传 有时间业务都未发展到现在 前一轮我遇到王维基 他有HKTV 他本来都没有预期那么快 会去到这个程度的 他现在就是得益者 譬如政府之前 补就业 撑企业 为什么会出错呢 他就不知道疫情下 会有K型的发展 他以为只有一种型 那一视同仁 个个都帮 实际上超级市场 生意好了 那些做大厦管理的 他个个月收管理费 都没有什么受影响 那我们都影响了 但是我们也属于 影响看楼 但是影响有限 人家食肆 今晚没有饭吃 明天开 也不会吃一餐 補费 后晚即使没有了禁制 你也是吃夜晚一餐而已 你不会那晚吃三餐 吃以前没有吃那些旧本 买楼就不同了 上去星期不准卖 之前不准看楼 现在看回它 就再买回 所以一定是不同的行业 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走势 所以现在看发展趋势 要逐一来看 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影响 譬如你做团购的 做外卖的 这段时间下半生意倍增 所以就有人向上 有人向下 有人慢点向下 有人拆水 那这个就是 畸形的转变 这个是行业上 国家也是 譬如这段时间 中国经济已经 最早提前反弹的 我们在内地的业务 五月份是弹得最快的 那最近我 那些同事在内地 刚刚有个同事 香港的同事去内地 跑完一圈回来 他跟我说内地的情况是 恢复得非常之好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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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估计 明年第一季 那个增长的比率 是双位数字 不只是 12% 13% 有些人估到是 去到15% 也有的 当然 去到估计 第一季会弹得最快 第三季可能会慢些 但基本上全年都是弹的 但是回到历史高位 也不奇怪 所以 中国的情况 跟欧洲的情况不一样 欧洲的情况 可能跟一些 第三世界 疫苗都买不起 国家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世界 现在是多样化 多向发展 你的判断 你的选择 就变得很重要 即使在香港 有些人对香港 又看得很淡的 又说 香港的功能 受到限制 香港的角色 可能没得扮演 以后 香港就没有运行的了 但实际上 在中国 那个外循环 有些人说 中国的外循环快没有了 所以中国才要搞内循环 但实际上 你看到 美国在 打完中国贸易战之后 他自己的赤字是继续的 美国贸易赤字是有真无减的 美国原本说 我收重你中国关税 等你的货没得人来 特朗普说 把那些工作可以带回美国 但实际上 那些工作 美国人都不想做 美国都没有那个能力做 美国不买中国货 就去买 墨西哥货 越南货 印尼货 那没有好处 这些货 以前为什么不光顺它 当然中国的货 又便宜又正 现在又被迫 买又贵又 性价比低一点的东西 那 美国没有得益的 反而你看中国的 GDP增长也好 什么 采购经理指数也好 你最近那个贸易增长 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1.1% 是否整个世界 根本不能够一句说话去概括 而是各有不同 而且是很大不同 所以各个国家的表现 都是畸形的变化 不得一个方向 明白 其实你怎么看地产业 你知不知道我上一次也跟你说 香港人是视频买大湾区的楼 是很热的这几个月 所以我觉得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呢 你也知道你大湾区这些成交不错 对不对 那我们其实就在内地的业务 基本上 在去年的四月开始恢复 现在已经和正常都没有差别 所以我们的业务是相对好的 只要大湾区最大的原因 它好是因为大湾区本身的经济增长快 所以大湾区的本地人的置业能力是强了 大湾区靠香港人去买是没有多少力量 因为香港只有七百万人 大湾区我相信过亿人的 几亿人 七百万人怎么可以去支持 几亿人的一个社会的房地产的供应呢 所以我就和中国部的同事说 你要做好中原中国的业务 一定要服务本地人 不动产不能拿来出口的 我自己和一些当地的发展商也好 我说我们在大湾区在香港可以帮他 找多少少客人去支持他的项目 带来一些新的购买力 但是在大湾区建的楼 最主要的销售对象应该还是大湾区本地的人 当然香港也是大湾区的一份子 最近回大湾区置业的人是比以前多了的 多了主要是这个地区的经济前景是相当不错的 所以大家对未来有更高的期盼 明白 其实我为什么提到这件事 因为你说到究竟是疫情之后有什么经济好 其实我知道现在有些年轻人 香港人来到大陆 视频 拍楼盘 接着就做YouTuber 接着很多年轻人 用相机做YouTube频道 接着去卖楼 一个月买几十家的 一个人 我不说其他东西 有些公司买得更好 这个是不是又是你说的 K型经济是一个出路 居然可以拿着视频拍楼盘 接着大家跟他买 在YouTube上看 挺好的 接着跟他联络 接着买楼 接着是视频签的 现在有一定的人 在社区互联网 是的 是的 在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去做销售性质的工作 那这个是新环境下一个新的业务 当然这些是对有些人来说 香港是一个就是原本意想不到的 是的 一条就是做生意的门路 那我刚才再说的那些是 大话记 是 明白 应该以本地人为主 这个是另一回事 明白 那香港当然有一部分人可以做这件事 但是那个不是很主流 可以救香港的东西 明白 要在中国 无论内循环 因为外循环都扮演角色 那香港才有前景的 你觉得今次疫情之后 香港人可以怎样把握 尤其是年轻人 怎样把握这个未来的方向 就是在基前 我们想去上面 是怎样把握这个向上的 trend 我第一个就是 首先你对客观的情况 有一个观察 有一个判断 我刚才也有说 中国的外循环不会完全停止 就是有些人说 中国以后没有什么外循环 靠闭关治手 只是搞定自己内循环 那这个中国政策一定不是这样 中国一定是 保持开放的态度 尽可能和世界维持联系 那中国受到某一些制约 但是实际上这段时间 本来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 美国变成了欧盟 最近变成了东盟 那新的市场是一直在开 如果新的市场一直在开 香港人一样有角色可以扮演 就是我自己认为 香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去维持中国 对世界的继续联系 那现在很多人说 世界可能限制买中国的货 其实有两个说法一定要搞清楚的 因为太多人只看到一件事 就叫做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只是说那个产品实际在中国制造 这些现在美国就有很多东西 可能去限制你 但是现在实际的情况就是 很多东西是Made by China 它可能不是在中国生产的 但是它是被中国生产的 如何叫做Made by China 就是中国的技术 中国的可能经营模式 中国的零部件 中国的资金 中国的企业 都有所参与 就不同以前只是 中国生产出来的东西 就如何运去外国卖 现在香港可以 就是如何促进Made by China 就是中国的生产模式 中国的生产技术 中国的资金来源 中国的企业管理 中国的企业管理 其实是 香港扮演的角色是 多样化的了 另外刚才我说新的市场 你还有非洲东盟 以前看不到的市场 我说这些市场 你要多谢特朗普 限制中国 如果不是 中国的5G un trans hören 企业企业 Osman 企业欧洲 买企 第3G 就是 先用5G 敌人 有些物联网 物联网要很高速运作的电脑才能做到 可以提前进入 智慧城市 物联网 智慧家庭 另外就是大数据都是要5G的配备才能用得好 所以接下来我说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差距会拉近 世界会变得更加公平 以世界层面来说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的国家的差距会拉近 这些新兴的力量出来的时候 其实都有很多机会 给人去做中介人的 香港的年轻人如果把握机会 看着这批新发展的国家将来是会有很大的变化 世界会做到很多的生意 那香港人是不是能够把握机会去做这些东西呢 世界在出现很大的变化 世界出现变化的时候 一定是有很多机会提供的 一定是有人因如飞煌腾达 有人跟不上形势 被掃落垃圾堆 问题你是怎样取捨的 我自己觉得世界其实是充满机会 这么快就说香港没有机会 一定要去移民才有出路 这个是看不到畸形发展 只是看到就是向下那条线 看不到又向上那条线 对 其实我来到今次深圳也发觉有很多商机 稍后再跟大家说 多谢李施老板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